林口三井商場開幕以來 每天吸引超過5萬的人潮 周邊停車場供不應求 常常找不到車位 而春節假期勢必會更加的擁塞 新智北市政府商局表示 除了關閉林口商場停車場之外 將會協調客運業者在春節期間 加開林口公車班次 持續提供特別優惠券 讓搭乘公車民眾享有小確幸 林口三井商場自從開幕以來 每日吸引超過5萬人潮 周邊停車場供不應求 常常找不到車位停車 也造成周邊嚴重堵車 而春節期間勢必更加擁塞 市府交通局今天也召開了記者會 宣布春節的配套措施 林口三井奧類 在從上個禮拜開始營運之後的話 大概每天到訪人數都在5萬人以上 那我們在春節期間預期 來這邊購物的人會相當多 那我們是鼓勵大眾運輸 大家坐公車來 不要開車來 所以我們會跟三井這邊採行一個措施 我們在整個春節 過春節之前的話 我們從小年夜2月6號開始 到2月14號 我們是中午12點到下午6點 它的一個停車場是關閉的 周同學表示目前配套 除了關閉商城停車場外 也協調客運業者春節期間加密林口地區公車班次 持續提供特別優惠券 讓搭乘公車民眾享有小確信 也提高民眾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的意願 這是整個林口Outland 這個中校二路的話我們配合 這是封閉 這一項封閉 那這兩個原來在有兩個進場的一個車道也封閉 一般在春節期間公車是會減少班次 在這邊我們已經協調公車業者加密班次 而且你搭公車來會有特殊的優惠券 這邊再呼籲民眾搭公車來 來這邊的一個shopping的一個整個感覺 就不會塞在車陣裡面 那同時間的話 就針對一些圍庭 我們交通大隊 交通警察大隊還有林口分局會加強來取締 這邊再呼籲大家坐公車來林口Outland 昨天期間出遊逛街人潮眾多 交通局呼籲民眾多利用公車 以免車子塞在車陣中 也請民眾多利用新北市政府公車動態資訊 系統查詢 接駁車的資訊 歡迎民眾查詢業者網頁 以及臉書粉絲團了解路線資訊 接著分享15場報導